特別強調吃素 所以吃素這個 這個是如果我們講回到原始佛法上面來講的話 佛陀本人也沒有吃素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實相 因為後代很多的大臣方面都認為說 就是一定要吃素 吃素才能夠怎麼樣 但事實上從歷史實際上來講的話 佛陀本人在阿安靜裡面 佛陀也都沒有講到說你要吃素才能夠成佛 而且他本人也沒有素食之外面的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以前實行的是脫波制度 脫波制度是怎麼樣? 人家供養什麼我們就吃什麼 供養什麼就吃什麼 只是他會吃那種三不敬肉那些 你不要自己去殺 不要叫人家殺 那些 但是他們以前的都是 你要供養什麼就吃什麼 所以今天的泰國緬甸斯里蘭卡那些 他們藍傳的比丘他們有沒有吃素? 沒有 包括西藏的他們體系一樣沒有吃素 那因為像藍傳方面因為他們還是實行脫波 所以沒有這些問題 反正人家供養什麼? 接受眾生的供養 那重要就是說他們不是為了吃這個問題才去脫波 然後一方面當然是解決色身的這些苦 一方面透過這一種跟眾生脫波 是做一個法上的一個傳法 一個接觸 一個善緣的接觸 所以他們也是在透過脫波來跟眾生結善緣 然後可以獨化眾生 所以吃素方面是 當然在印度的時候後來也有一些派系 他們認為說要吃素 但是到中國來這方面貫徹比較嚴謹 這跟政府的介入也有關係 政府介入之後那變成說你那個中派 佛教你們要自己處理自己的伙食問題 所以我們中國的出家人要自己煮 對不對 要自己煮 自己煮的話他們就是 反正我不買婚的不吃婚的不殺這樣 所以就變成漸漸走向吃素方面的 所以這是印度方面有部分的人他們喜歡吃素 但是佛頭是尊重 那傳到中國來才把這個吃素方面做一個 更明確的一個確立 但是以此而堅持說吃素才能夠修行 那這個不是原來佛陀所講的那些 但是我們尊重 那現在吃素問題就是說 因為它跟你能不能究竟解脫無關 而是說你覺得吃素 你個人覺得這樣比較好的話 那你就吃素 但是你不要說你吃素 那你就排斥其他吃婚的人 那也不要說那我喜歡吃婚的人 就是說佛陀本來就沒有一樣婚素不拘 那你們這些都太執著借進去 你們再執著那些 那都落入見證了 沒必要 所以你怎麼樣做你覺得說比較好 如果你喜歡吃素 那你就吃素 你覺得說吃這樣下來 那你會比較苦比較少 那你就吃 那如果說你很在意說 我這個鍋裡有人說一定吃很清 你這個鍋裡油粗 如果抹過就不行了 那這樣你那個戒律 你守得很緊很緊 這樣這一條界它會形成你很多的牽掛 很多的不自在 所以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如果說包括要吃這個 它那個心態才是最重要 以後我們下次我們再講到那個四種食 四種食物的食 我們再來講那個重要的那個心態 不是在吃的這個象上面 而是那個心態 如果沒有以慈悲心在吃的話 我們都是用慾灘在吃 那你如果有一種慚愧心在吃 一種感恩的心在吃 那不一樣 那以後我們再深入解析那四種食 因為素食這只是第一個階段的吃而已 那它那個不同層次的那個吃 你要去看到 要去看到 粗糰食 再來是醋 接觸的醋食 再來是意識食 再來是無韻的那個是 色受響形式那個是的事食 這是一種食 要去看到那個深層裡面在吃 那個如果看不到的話 那你在這個婚宿方面打轉的話 那你沒辦法看到那深層 你深層裡面一直在吃 要去看到 這以後我們會再逐步的深入 好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我們就休息一下